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胡岭村最重视的礼仪活动 就是赛龙舟 所有外出的年轻人 都要在端午假期回家 代表本村参加镇里举办的龙舟比赛 请神 排龙头 扶船下水 每一步都有条不紊 每一步都恭敬认真 龙舟队的比赛名次 关系到青浦岭村一年的运气 包括队长林秀在内 谁都不敢马虎怠慢 这边乡 青壮男子在河道里拼尽全力 要为本村赢得好运 那边乡 留守村中的人 就要担负起用一顿香宴 犒劳龙舟队的重任 除了端午假节 必不可少的粽子 这样的宴席 必须要严请全村 最有能力的大厨来主理 今天的主厨师傅是林良人 因为是要犒劳龙舟队 香宴所用的食材 非常讲究营养搭配 蛋白质丰富的各类核鲜 海鲜 补充能量的山珍 各类食材既丰富又合乎 礼仪规范 闽喉香宴的用料 与大城市的时尚喜好 似乎有些不一样 他们对油脂有着强烈的迷恋 这顿香宴 林良人和他的团队 共消耗了大约30斤的肥胶肉 将面皮擀成薄片 在其中的一半撒上一层肥胶肉 林师傅像是为女儿缝制棉被嫁妆的母亲一样 手法利落 心思却细腻缜密 再撒上一层白糖 梅红色是乡土中国传递节庆和愉悦心情的传统筑脚 压紧肉馅 压紧肉馅 对折 压薄 如此反复折叠 重复压制三次 福州民间传统面点千叶膏便制作完成了 厚重的面点 厚重的面点需得万火争执 十几分钟后 一阵阵的面香在五月的香间弥散开来 发酵过的面粉因着肥胶肉的滋润 越发显得喧腾松软 肥嘟嘟的可爱 在福州香间 肥胶肉是发酵面粉的绝配 不但口感细腻柔滑 视觉上也如千层叠障 如翻宝卷经书 千叶膏的名称也因象形而来